你好 各位观众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4月21号公示晚间新闻 最新消息要告诉您 中选会刚才决定总统跟立委合并选举 将在明年的1月14号投票 这是中选会今天开会讨论的结果 因为下一届立委必须要在2月1号以前就就职 因此在1月21号前必须完成投开票 不过呢 1月21号当天是农历春节的小年夜 离过年太近了 所以决定提前在1月14号合并选举